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累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停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感兴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一阵吵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更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 我公平不公平 你我约定一阵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累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停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一阵吵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更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欢迎收看今晚的青音乐 今天我们为各位邀请到了 阿渡来的节目中 我们先听他带来这首歌曲 祝你快乐 欢迎阿渡的演唱 我终于面对你走了 我的世界空白的 就像你把我心都透空了 明明我还是爱着 可是生命坏坏了 天空变灰色的 我知道这是你的颜色 也知道终究还是过不过 我只好对自己说 爱都爱了痛也痛了 泪也流过了 伤心的歌唱到这里 还有谁会记得 心都睡了 谁会快乐 碰得太深刻 爱过的人 纷纷分合 伤了无法愈合 我们的故事 不该不舍得 我会永远 祝你快乐 我知道这是你黑的颜色 也知道终究还是过不过 我只好对自己说 爱都爱了痛也痛了 泪也流过了 伤心的歌唱到这里 还有谁会记得 心都睡了 谁会快乐 痛得太深刻 爱过的人 爱过的人 纷纷和 伤了无法愈合 我们的故事 不该不舍得 我会永远 祝你快乐 伤心的歌唱到这里 还有谁会记得 心都睡了 谁会快乐 梦得太深刻 爱过的人 纷纷和 伤了无法愈合 我们的故事 不该不舍得 我会永远 我会永远 祝你快乐 我会永远 祝你快乐 我会永远 祝你快乐 告别的昨天 过去的幻夜 究竟是怎么样 那一场风火旋 我会永远 在下段节目中 小哥与阿渡 将接荡出美丽的音乐火花 被遇清的情音乐 请您欣赏阿渡带来这首感人的情歌 我会永远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 却无能听见你的流泪 只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睡 大雨下风了 大雨下风了的长夜 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 突然恨后这个世界 因为要离别 只走破这双鞋 我陪你走一夜 只要你心不太低限 你流进泪水 天空不停滴 天空不停滴 散着泪 找不了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 希望都早已经破灭 我和你 有你的离别 我和你一切都不停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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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体温出了你的嘴 却无能听见你的流泪 这一刻我的情和你一起睡 大雨下风了的长夜 沉睡的人们怕无知觉 突然恨透这个世界 因为要离别 只走过这双鞋 我陪你走一夜 只让你心不再低血 和你流进泪水 天空不停地扇着泪 找不亮我心中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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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走过这双鞋 我陪你走一夜 只让你心不再低血 和你流进泪水 天空不停地扇着泪 找不亮我心中 嘿嘿嘿嘿嘿的一切 这希望都早已经破灭 我和你 要离别 离别 我陪你走一夜 你也不再来 我陪你回来 我陪你回来 你才会回来 今天来到节目更是一个好消息 阿渡又有新的专辑要跟我们接触 介绍一下 这次我就是发了精选集 那么精选里面有四首新歌 四首 那么对 还有一首是大家都蛮熟悉 就是demo版的 他一定很爱你 对 这个歌当时红得不得了 在这张专辑里面呢 就有放着这个 第一次进录音室的那种声音 然后还有感觉完全没有修饰过 蛮原始的 对 只有一把其他的声音这样子 那这个现在的歌手啊 都很讲究的是MTV的画面 这次有没有什么样的设计 这次我们MV呢 有拍成了MV三部曲 因为我有四首新歌嘛 那么三首新歌就是讲着 拍摄的过程就找一个比较 像我的一个小男生 对 来演我 那么就是 在从第一首到第三首 其实故事是讲着我 还没有发片的时候 到现在的一些成绩 一些经历都会拍出来 一路走来的啊 那这样听这个歌 还要看看画面 对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 多多支持 一定会非常喜欢 你声音这么特别 而且大家观众也可以感觉出来 阿渡上任何节目都好像不太善言辞啊 对对对 蛮腼的 这个还非常为难主持人啊 对 你的是王妃啊 男的是阿渡 不过这里面看得出来 就是 你真的红的算很快耶 刷第一张就起来 所以让你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对啊 就蛮难适应这个环境 刚开始 对 现在慢慢的去适应了 现在慢慢适应了 对对对 应该有有进步了 说了这个阿渡可以看出你这个体魄就知道 这个在军旅的生活曾经也啊 新加坡也服兵役的啊 对对 新加坡就有服兵役 几乎每个男生呢 都一定要服兵役 那我想应该这个还是很清闲的 因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没什么天敌啊 大家都是大概在军旅生活都是受一些基本的这个战术的训练啊 因为要保卫国家 那时候你可能还不是歌手啊 就是业余的非常喜欢 对对对还不是 那时候算是蛮怎么讲 因为就蛮寂寞的 怎么 因为我在军云里面呢 就当时当兵第一个月时候就女朋友就分手了 哎呦就碰到兵变了 对兵变 其实那时候感觉真的非常的失落难忘的感觉 不过这种事情啊 如果能早发生也好了 免得这个这个陷入更深的时候 再来出现这种状况 反而这个更招架不足了 而且那时候又是在当兵的时候应该最痛苦的 对不对 真的 因为兵变的时候那种感觉 因为你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面对那么多的人 然后你的心情又非常低落了 所以会比较感触很多 不过军中来讲这个虽然生活很紧凑 还是逃不掉 还是有机会休闲一下听听音乐 那时候有没有接触到哪一些音乐 有啊那时候我记得分手的时候就买了一张 就是周志平的歌曲 哦周志平的歌 对那一场风花雪月 那张专辑 就是陪伴着我度过这个三个月的 那个比较艰苦的训练 是那周志平的歌很多 那在新加坡也欢迎 对那时候他的就蛮 什么我和我追逐的梦 对对还有蛮多青梅竹马也有 晚安无碍 对对对对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一些歌手 其实除了他以外还有 我蛮喜欢听张学游啊 还有张信哲啊 吻别啦 对对吻别啊 我看你那个年龄 大概是那个时候一千个理由的时候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对对那时候就是在听这些歌曲 你说了说了真的 刚刚你又提到了这张精选期里面 还有前面的那首歌 除了哈喽 还有那个他一定很爱你 给我们现场一个钢琴这样 轻奏之下 我们来回味一下这个歌好不好 来个Key好不好 他一定很爱你 也把我逼下去 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他一定很爱你 逼我会讨好你 不会像我这样 还痴迹 未能随意 你这个是比较慢版的 你这个歌声很妙 大家都听得出来 跟我站他这么近 更听得清楚 就是你的音质怎么那么特别 其实我唱歌都是会用蛮多力曲 去算出来 就听起来觉得那个鼓啊 破掉的鼓啊 对对破掉的鼓啊 就变成那个音质沙的地方是你的特色 对 是是 这个真的太奇妙 这种特别的声音 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 很妙很妙 我刚刚提到那个还有周志平的歌 你这样想 刚刚说在当兵的时候 也常听到他的音乐 能不能点一个他的歌 因为他跟你的声线完全不同 那我们听听看你唱周志平的歌 有什么味道 就那一场风花雪 风花雪的王子 对 这歌我也蛮喜欢的 这样我们 这样好了 这个我来唱个前半段 好 这样后面的我来唱 不敢说比较了 就是说同一首歌啊 但两个人的音质不一样 会带来不同的味道 可能我并不见得比你这样便宜 因为有些歌就反而要 有点苍苍的感觉 像我们这种非常干净的 有的时候反而唱出来 反而像喝白开水一样 听听看听听看 来个Key好不好 我来唱歌 我来唱歌 寂寞的影子 风里呼喊你名字 忧伤的旋律 诉说成年的往事 所谓山梦海誓 只是年少无知 告别的昨天 过去的怀念 究竟是怎么样 那一场风火雪月的诗 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 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 是苦苦隐藏的心事 哎呦好棒啊 真的 这一个歌就唱起来 两种味道 哈哈 哈哈 在下段节目中 即将带来好听的美白语情歌 芒丁美景欢迎 这天也现存的会 好咱有一百 胸爱的期会 费玉清的请不愿 那个歌真的好听 我其实会紧张 因为跟小哥 还能够跟小哥唱 真的是让我感到兴奋又紧张 因为新加坡有的时候 福建话也是非常通俗的话 所以福建在台湾也是一样 其实我都会讲一些福建话 所以你跟江慧的搭配那首歌 在那个专辑里面突然跳出来 像KTV到现在很多人 一找合唱歌 现在这是最热门的一首歌 谢谢希望大家再去点这首歌唱 因为这首歌我唱起来真的 那时候刚开始录音的时候 对这首歌蛮喜欢的 一听就蛮喜欢的 对那时候二姐就说 来我给你听一首歌曲 这首歌然后就一起合唱 那感觉真的好舒服 在录音室唱歌里面 所以整张专辑上面中 反而有另外一种表情 所以今天这个歌 我自己都蛮喜欢的 碰到你本人当面 我想我们就来合唱一下这首歌 好 那么当然这个歌 本来是情侣对唱 不过我们两个男的唱 就不用眉来眼去 我们就直接冲了前面唱 这个歌本身就是个好歌 对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叫做梦中的情话 梦中的情话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會用真心來告白 感謝你對我吃飽的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做完的煮米也吃過 就佛感情來認真配樂 只要咱最愛過點美麗 真雖然有難拜一切 感謝天的生存發過 讓我們有一次 相愛的機會 夢中的千月 還是千月 雖然夢中的千月 雖然夢中的千月 愛在永遠會歡喜 夢中的千月的月 三明海鮮一句話 夢你去引起再生日 我會用真心來告白 感謝你對我吃飽的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做完的煮米也吃過 就佛感情來認真配樂 只要咱最愛過點美麗 就雖然夢中的千月 愛一切 感謝天的生存發過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感謝你對我吃飽的 感謝你對我吃飽的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做完的煮米也吃過 做完的煮米也吃過 就佛感情來認真配樂 只要咱最愛過點美麗 做完的煮米也吃過 感謝天的生存發過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讓我有中心出發的機會 在完美的自己唱接曲之後 請欣賞阿貝帶來他 新專輯中的歌曲 一首情歌 我在你眼裡 你坐在哪裡 空間是一種距離 呼吸很沉重 音樂腦紅紅 我努力讓眼睛不動 心跳停了幾秒 終起到再也沒有 永久想在夢中 我和平凡人並沒有不同 只是用力唱出一首情歌 讓自己感動 從沒有想到你會怎樣 愛戀我一生 從沒有想到每天來去忠忠 我擔心我不能面對寂寞的長夜 盼著眼淚無法入睡 從沒有想到被人需要也是個安慰 從沒有想到我能做的一切 我相信每個人一生 都像一首動人的歌 在烏山之中很傷身 心跳停了幾秒 總起到再也沒有 用交響在夢中 我和平凡人 我和平凡人並沒有不同 我和平凡人並沒有不同 我和平凡人一起去忠聽 我和平凡人並沒有接受 我和平凡人並沒有 始终很忠诚 从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改变我一生 从没有想到每天来去忠忠 我担心我不能面对寂寞的长夜 含着眼泪无法入睡 从没有想到每个需要也是个安慰 从没有想到我能做的一切 我相信每个人一生都像一生 从没有想到每个人一生都像一生 我相信每个人一生都像一生都像一生都像一样 but that's over now 广告之后阿渡将展现你无法抗拒的音乐魅力 这首歌非常好听 这是阿渡最新的一首歌曲叫一首情歌 这张专辑你刚刚讲了 这里面有一些阶段性的心情的那种感觉 这一首情 其实这首一首情歌呢 是为我量身打造 因为里面写着就是我比较难有写到说 从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就是站在舞台 就是从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改变我一生 写给歌迷对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那种非常感恩的感觉 对对 那么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 也发现你的声音有一点 跟一个西方一个乐手叫做布莱恩亚当斯 有点他也是走沙沙的路线 对其实他蛮多歌曲我也蛮喜欢 蛮适合的 对对也蛮喜欢 也来挑一首好不好 因为有个钢琴在现场 选一个歌 选一个歌 来就是Heaven他的一首歌曲 经典歌曲 好来来来来来一个Key好不好 Ohh Oh think about it a younger years There was only you and me We were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現在沒有什麼能把你離開 我們曾經有疑惑 但現在已經結束了 好棒喔 你唱西洋歌真的裡面很有味道 說到阿杜的平常 我剛剛看了一些簡介 私下發現跟我有很多地方相同 我們都蠻喜歡小動物的 對對對 其實我本來真的蠻喜歡小動物 有養一些寵物嗎 之前養了很多狗 在工地 因為我之前的行業是在工地上班 當監工 建築這些 建築行業 但是都會養了蠻多野狗 然後流浪狗 因為聞到便當的香味 周圍的野狗都會跑過來 也就是施捨他們一下 養習慣 養習慣 平常看電視他也是這樣 我也是常discovery 有的時候劇情都重複了 還是在看 對對對 因為那個節目其實蠻實際的一個節目 就是有關這個地球 有關在一些我們生活的一些動物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那個 其實 去瞭解他 而且怎麼保護他 對對對 還有就是造了非洲的那種土著 這有什麼好用馬賽克遮住的呢 這我也非常憤怒 胸瀑就是胸瀑嘛 對不對 該有的地方多 那就對 那就他們都不介意你 還沒用馬賽克遮住幹嘛 對 還有我們這些文明人看得很奇怪 因為不是在文化啦 他們留他們的一套的文化 生活方式 對 對看得出來這個馬賽克 看得出來 剛剛聊了一下阿渡啊 他這個專心唱歌之外 原來他生活裡看看電視啊 或者是曾經工作的時候 看了這些小動物啊 其實 你還是很背景啊 各方面 雖然到了影劇圈來 還是維持了以前那種單純的心性 是 因為 可能我比較 年齡比較大 才進來這個演藝圈 就是成熟了 就二十來歲才進來 對對 快三十的時候才發第一張專輯 對 所以就 所以就 有些東西 比較穩重的看法 對比較不會影響我吧 應該是這樣子 說說說說 很多人也 很難得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從一個 業餘的喜歡唱歌的人 突然這樣一下子 你鳴滿天下 對 有一點 是不是自己覺得說 對 剛開始真的蠻不 蠻不適應 大家都 突然間 周圍朋友就會 覺得我很受歡迎 我就覺得 很不習慣這樣子 是真的還假的 對 就就會覺得 真的是假的 這個我也是過來人 對你講這個我也是想的 當年我也是好開心喔 對 但是這是前面階段 接著接著你就要走到一個階段 覺得 唱了半天 這個知名度 跟這個口袋 有一點不太平衡 這樣講又太熟悉了 不過是人性上真的 又覺得說 軟囊羞澀 希望能夠更Balance一點 四處的邀請就開始 對 要求就會慢慢再增加 但是 接著下來又有一個階段了 所謂民先有利後收 對 等好修時便好修 那是說我 你們還年輕 聽到你的歌 在樂壇來講 除了聲音很特別 這個也給聽眾一個不同的選擇 對 而且不斷的接二連三 代表你的這個反應都非常的好 這張新能專輯 我們預祝你又是相當的成功 對 謝謝 那麼接著下來呢 他還給我們帶來一首歌叫 《愛字怎麼寫》 對 這是我專輯裡面 新歌的其中一首歌曲 我非常喜歡它的 就是編曲旋律 都我滿喜歡的 這首歌叫阿渡的慎重推薦 對 那麼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這個歌曲 好 那麼我們一起來欣賞 《愛字怎麼寫》 轉作歌曲 演唱歌曲 《類似》 翻手后又过了一个月 还是一个人等回家的地铁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张行李 握紧了拳头像个傻瓜等着黑夜 结尾传出古老的音乐 我又过了一个冷熟熟的夜 忍受心中删除思念的危险 所有爱的想法我全都拒绝 不要跟我说话 不要问我爱之陈那些 我在世界上没有人能了解 不要欺骗自己那些过往不过是幻觉 爱情的余味能流传几个月 会有一天过着另一夜 我会过过这条回忆的界限 你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心里 我去终于得到他的永远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跟我說話 不要問我愛知怎麼寫 我在世界上 沒有人能了解 不要欺騙自己 那些過往 不過是關鍵 愛情的餘味 能留存幾個月 不要跟我說話 不要問我愛知怎麼寫 我在世界上 沒有人能了解 不要欺騙自己 那些過往 不過是關鍵 愛情的餘味 能留存幾個月 會有一天 或者另一夜 我會過過這條 回憶的界限 你在另外一個 男人的心裡 或許終於得到 她的永遠 被雨清的心音樂 給您聽過王的好音樂 被雨清的 請音樂 被雨清的 精選曲 最後 由小哥帶來這首電影 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題曲 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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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離開 我在某一某遠 醒過來 聽見 冬天的離開 我等 我等 我期待 未來 卻不能因此安排 未來 卻不能因此安排 陰天 傍晚 車窗外 未來 未來 有一個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還要拐幾個碗 才來 我遇見 卻不能因此安排 我遇見 誰 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她在多遠的未來 我聽見 風來自 地鐵和人海 我排著隊 拿著 愛的好麻煩 我往前飛 飛過一片時間彩 我們也曾 在愛情裡受傷害 我看著 你 夢了入口有點窄 我遇見 你 是最美的一晚 總有一天 我的謎底 會解開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欸 對 對 等一下 我再來一次 因為我們都會檢查 都會收在最隱秘的地方 可不可以 再來一次 是我不太好 是我不太好 這首 一首情歌 一首情歌的詞我 忘記 一下想不起來 是 是 一首情歌 是 《非玉清的情音樂》 值得一聽再聽的好歌 是 《非玉清的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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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玉清的情歌》